我相信现在仍然有许多人不敢吃鸡蛋 更不敢多吃鸡蛋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胆固醇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许多专业人员都已经声明了 许多研究也都证实了 导致血液里面胆固醇发生变化的 不是你吃进去的胆固醇 但是呢有遗传倾向的超反应者除外 因为高胆固醇食物 可能会提高他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所以呢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而放弃吃鸡蛋 那么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告诉你我每天至少吃四个鸡蛋 我的小儿子每天两个鸡蛋 而且胆固醇从来都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因为它是健康的大脑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那么除此之外 鸡蛋还有三种营养素的含量特别的丰富 而这些都是你健康的基础 大家好我是彭哥 你想知道如何保持健康吗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节目了 鸡蛋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K2 在避免心脏疾病方面 维生素K2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心脏病发作 中风的发生是因为动脉里面的斑块破裂 这会导致血栓的形成 阻断了对心脏或者大脑的血液供应 当胆固醇斑块里面积累了大量的钙质变得脆弱的时候 斑块更有可能会发生破裂 而维生素K2是防止动脉积累这些钙质的唯一重要的营养素 那么这里要提一下维生素K 它有两种形式 维生素K1主要是存在于绿叶子的蔬菜当中 而维生素K2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脂肪以及发酵的食品当中 当我们吃绿叶蔬菜的时候 维生素K1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 在那里我们用它来制造调节血液凝固的蛋白质 当我们吃动物脂肪或者是发酵食品的时候 维生素K2就能很好的到达我们的血管 帮助我们保护血管免受钙化的影响 当说到维生素K2对动脉钙化的影响的时候 我需要提到一个研究 2004年有一个叫做路特丹的研究 他们从1990年到2000年对5000人进行了跟踪调查 他们发现维生素K2摄入量最高的人患动脉钙化的风险最低 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最小 而且你没有想到的是维生素K2的两个最重要的饮食来源竟然是蛋黄和奶酪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相信没有医生告诉你通过吃蛋黄和奶酪来保护自己免受心脏病的伤害 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告诉你的医生这个研究 当然呢还有比蛋黄更好的维生素K2的来源 那么我指的就是纳豆 这是一种来自日本的发酵大豆食品 至于味道嘛 每个人的口味和习惯都不相同 这个不好说 但我们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不喜欢的 所以结合刚才提到的路特丹研究来看 从蛋黄和奶酪里面获得足够的维生素K2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才是最便捷可行的方式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营养物质胆碱 这种物质的作用也很多 保护肝脏保护大脑这都是基本功能 对于肝脏而言胆碱可以保护它不变成脂肪肝 这对于肝脏而言是最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我们周围的许多人有脂肪肝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其实你看一看自己的体型 你就可以判断个差不离了 那些向心性肥胖 或者是苹果型身材的朋友 你要注意了 因为脂肪肝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 有研究发现饮食里面胆碱不足的人 会迅速出现肝脏的问题 除非他们足够幸运 他们有低胆碱需求的基因 而且现在也有动物试验证明 如果动物吃进去了大量的糖 大量的酒精 或者是大量的脂肪 他们就会出现脂肪肝 但如果在饮食当中添加了一些额外的胆碱 那么刚才提到的每一种脂肪肝都会消失 所以总的来说 证据表明脂肪肝是一种流行病 而蛋黄可以在脂肪肝的逆转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动物试验也表明胆碱可以保护我们的认知功能 不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快速下降 当研究人员给怀孕的老鼠喂食三倍最低需求量的胆碱的时候 他们生下的小老鼠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视觉听觉 还有记忆力都提高了30%以上 他们变老了但是不衰老 他们有更强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而且他们的记忆力受到的干扰频率也会变得更低 相信我们都有把车忘记停在哪里的时候 这就是你遇到的短期记忆问题 因为你以前在不同的地方停过很多次车 并且所有的记忆都混杂在一起了 那么蛋黄在供应胆碱方面确实是实力很雄厚 一份100克的蛋黄里面含有683毫克的胆碱 只有肝脏勉强跟得上 每100克肝脏里面有300到400毫克的胆碱 然而说到选择食物来补充胆碱 对于大多数而言 每天吃3到4个鸡蛋 其实比每天吃几两肝脏更容易做到 但是肝脏我们也是要吃的 我认为大多数人应该每周至少吃一次肝脏 下面讲鸡蛋营养素的最后一种 生物素 这个会被许多人忽略 生物素可以帮助你长出美丽的头发 光滑的皮肤以及健康的指甲 生物素也是合成脂肪酸所必须的 而脂肪酸是我们所有细胞膜的关键 生物素的缺乏会带来精神问题 例如抑郁症 还有皮肤 头发以及指甲的缺陷 如果你去网上查 你应该会知道 肝脏和蛋黄在生物素的排行榜上是名列前茅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早餐有三个鸡蛋 两片全麦吐司和一个牛油果 鸡蛋将提供75微克的生物素 吐司将提供12微克 牛油果将提供6微克 如果你用鸡肉或者是牛肉来代替这三个鸡蛋 那么这顿早餐的生物素总含量将会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你用三两肝脏来代替三个鸡蛋 生物素的含量将会保持稳定 但是你多久会吃一次肝脏呢 我想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每天都吃肝脏 所以蛋黄仍然是你整个饮食当中 生物素的绝大部分来源 我们许多人没有注意到 在妇女怀孕期间 生物素缺乏是常态 因为这个时候 人体对生物素的需求会上升 因为胎儿长大 身体的脂肪合成需要原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怀孕期 哺乳期的妇女 多吃蛋黄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看一下这张图里面的两只老鼠 你就会理解到生物素对于毛发的影响了 左边的老鼠被喂了农场里面的新鲜鸡蛋 而右边的老鼠被喂的是鸡蛋加工品 这种鸡蛋加工品去掉了胆固醇 饱和脂肪以及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剩下的就是蛋清 玉米油 脱脂奶粉 乳化剂 添加剂 人造香料 以及合成了营养素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些 和我们现在吃到的许多零食的配方 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这些老鼠不只会出现毛发的问题 而且吃鸡蛋加工品的母老鼠 以及小老鼠 它们都会在一周之内出现拉肚子 小老鼠在断奶之后的一个月会死亡 那么到这里 我稍微总结一下 虽然维生素K2 胆碱以及生物素 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 但是蛋黄里面还有大量的其他营养物质 所以呢我认为 蛋黄是大自然的每日综合维生素 而肝脏是大自然的每周综合维生素 对于那些吃鸡蛋 一定要丢掉蛋黄的朋友 接下来的内容 接下来的内容 对你绝对适用 让我们比较一下蛋黄 以及蛋白的营养价值 由你来决定蛋黄重要不重要 我们可以先看图 这是用来比较蛋黄和蛋白营养物质的 左边的是维生素对比图 右边的是矿物质对比图 你可以看得到 蛋黄的营养素更充足 也更全面 然而蛋白并不包含百分之百的营养素 蛋黄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钙 磷和叶酸 以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泛酸 蛋白含有约百分之七十五的钾 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钠和铁 那么这一点算是优势 鸡蛋里面基本上没有维生素C 没有在图中列出的B组维生素 在鸡蛋里面的含量 也不是非常的丰富 然而 全蛋仍然是大多数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 这主要是由于蛋黄具有广泛的营养价值 我们刚才提到了蛋黄中有生物素 但是蛋氢中有一种被称为 抗生物素蛋白的物质 它是一种糖蛋白 它可以与生物素结合 并阻止生物素的吸收 因此它起到了结抗生物素的作用 在刚才提到的老鼠试验当中 部分问题可能是由于鸡蛋制品里面 含有抗生物素蛋白 这些老鼠不仅没有从蛋黄里面获得生物素 而且它们使用的蛋氢 也在积极地结抗它们的身体 获得生物素 不过通过煮熟鸡蛋这种方法 是可以综合抗生物素蛋白的 但不是完全综合 煎鸡蛋会破坏它的三分之二 而水煮这个过程只会破坏它的百分之三十 在怀孕的大鼠当中 如果饮食中含有百分之五的蛋白 但是没有任何附加的蛋黄 这可以让母老鼠的生物素水平下降百分之十 让胎儿的生物素水平下降百分之五十 这还会增加小老鼠出生的时候四肢以及恶部缺陷的风险 这已经很清楚了 蛋氢本身就是抗生物素的 但是如果它被充分煮熟 那么它对生物素的结抗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提醒一下 对于不吃蛋黄的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生吃蛋氢 你都应该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生物素缺乏 那么最后再说一下我自己 我早晨通常不吃早餐 上班的时候中午十二点钟左右 吃四个家里面带来的水煮蛋 五百毫升的自制酸奶 一个苹果一个小红薯 还有一点坚果和黑巧克力 如果有时间在家里 我会选择黄油煎鸡蛋四个 撒上一点椒盐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 所以我的鸡蛋消费量还是很大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周围有朋友是可以超过我的 那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让你放下对鸡蛋的成见 吃你该吃的蛋黄 不仅是因为它的营养丰富 更是它的味道好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你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你也可以转发给更多的人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了健康而努力 加油